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长影短柱战法 长影短柱战法 那么还是希望大家遵守我们的几率 首先这个我就不再读了 上面我们就不重复了 我们本课见只做教学之用 不做商业用途 不得对外传播 侵权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们也谢谢大家的理解 支持与配合 好 我们今天呢 首先让我们初学者 加深一点长影短柱的形态类型 首先长影短柱分有底和无底 无底的 像左边无底的长影短柱 左边就像无底 他一般是选择 他一般是选择 是主力被动撤退 那么如果长影短柱 左侧有底 他就是主力主动 有序精准的打压股价 这个后世一般看长 只有两个 一个是无底打压 一个是有底打压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来看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长影短柱 长影短柱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架柱很长 有杂音吗 架柱很长 而量柱很短 而量柱很短 这个就简单的 我们看一下 我自己的吗 不可能吧 好 我们接着讲 接着讲 那么首先了解 什么叫做长影短柱 长影 再说一次 长影就是架柱较长 而量柱没有盖过左侧的 就叫长影短柱 长影短柱 那么我们结合我们的知识点 结合我们的知识点 我们的基础 左风 特指最近的风 不要越过其他的风 以最近的水平划线 左风 这里是左风 而不要越过他 去看其他 真假高大 王被封 封 特指左风 距离你最近的左风 真 那么 此一日 这是一个杨家住 其后 经过了一个晚上 次日开盘 被阴住给干掉 这就是形成的一个真顶 这就是真假高大 王被封的真 真顶 真顶 而这个大家容易不容易懂 这就形成了一个真顶 也就形成了一个平顶不过 懂得这个意思没有 我们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吗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你们大家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要懂得 我在结合基础 在跟你们讲 真假高大 王被封 我们有案例 到了哪里 我们就看 好 下面继续说 长音短柱 大家看 从A柱开始 缩量三一 其后 左侧无底 继续打压 继续打压 而当我们这一个 大家来看看 长音短柱 但是它的比例失衡 它的音价柱 大于左侧的阳价柱 下方的音量柱 大于左侧的阳量柱 这就叫量价失衡 量价失衡 所以它还会继续向下跌 还会继续向下跌 这样是不好的 这样是不好的建构 这样是不好的建构 一定是要缩量 而不要把它给盖过去 不要盖过去 好 大家看 继续下跌 是不是继续下跌 而后 到达我们这里 是不是左侧无底 继续是左侧无底的状况 对不对 那么这一只股票 没有打大 所以继续不看 继续 没有买入点 也就是没有临界点 没有临界点 那它会选择继续打压 继续打压 大家看 长音 转柱 那么 这个长音转柱 我们的音价柱 大于左侧 对吧 那么下方的音量 也大于仰价柱 那么 这样 还是不好 为什么 长音加长腿 缩下跌已到位 但是 它没有缩量 我们是音体量 加缩量 那么大家看 其后 在这个位置 缩量 对吧 缩量 那么又是一个长音短柱 又是一个长音短柱 但是其后 没有出现 我们的什么 三日不破 我们的真底战法 三日没有 最后 它选择的是 向下失衡 出现了一个 零号向下跳空 零号向下跳空 所以 我们 做股票 一定要等待长音短柱 精准柱底 精准柱底 精准柱底之后 出现王牌 刹车 换挡 加油 一定要出现这样的 没有出现一柱一线 一定要等待王牌 一定要等待王牌 刹车 换挡 加油 回踩不破 才是我们的买入点 这就是给大家结合一个 长音短柱的形态 类型的一个认识 好吧 那么下面我会讲到两种类型 两种类型 怎么可以参与 好吧 怎么可以参与 那么 大家来看 还是刚才的 左风 特指最近的风 不能过去 必然下来 形成长音短柱 这是不是无底打压呀 无底的长音短柱 是不是无底的长音短柱 那么 继续他会向下 只有达到他的 我刚才说了 就会出现我们的一柱一线 王牌助理 王牌刹车 王牌换挡 才能够形成 好吧 那么在这一阶段 大家看 全部是无底的长音短柱 代表主力被动撤退 代表主力是被动撤退的形态 继续无底 左侧没有 左支右撑 左边没有他的支撑 左支右撑的形态 没有 对吧 我们继续看 那么他长音短柱 那么继续向下 为什么 他打的没有节奏 他打的没有节奏 所以下跌腿部 他没有支撑 也就是左边要出现 左支右撑 左支右撑 所以下跌无零界点 下跌无零界点 这样的股票 没有出现 我刚才说的 王牌助理 王牌刹车 王牌换挡的时候 千万不要轻易去做这个股票 那么大家看 当他达到长音短柱 在这个地方之后 缩亮 是不是缩亮了 缩背 那么缩完背之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次日出现一个零号跳空 是不是出现一个零号跳空 其后回踩不破 其死底和卧底刹车的死底 对不对 好 那么 上公 备亮 站稳了 我们的 阴的使领 是不是 站稳了阴的使领 然后 丁山 防侍 踢山 过左锋 那么说了 丁山防侍 次日 他选择的是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 平顶不过 我要出货 对吧 平顶不过 我要出货 也就是他形成的一个平顶 他把真领给干掉了 他把真领给干掉了 那么后面再次出现平顶不过 对不对 是不是要出了 这里就可以把它看作是 当时如果结合 来个我们分时亮波来看的话 他就是一个假扬真音 所以务必当心 那么当他达到这里的时候 长音短注 在这个地方来看 他是不是 打压有底了 对吧 长音短注 打压有底 再次回踩确认 找王牌 是不是找了王牌 大家看看 在我们这个期间 我们的卧底元帅行程 对吧 其后三日 在他之上 我们可以说 他是不是 一个 将军注 将军注 他是王牌 为什么 他这一个建立 其后三日 其后三日的 都是音音音 所以要给他降级 降级 他就只能是将军注 就只能是将军注 给他降级 而后回踩的正是他的王牌 这就叫长音短注 左侧有底 这是左侧有底 也就是左支右撑 那次日 大家看 一个小背羊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小背羊 就着过左风 那么次日 在上宫 是因为这一个长音短注 以最近的大音石顶化线 三线的原则 以最近的大音石顶的 三一二一或石底石顶 石底石顶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做的盘前三线 盘前三线 因为这里他用背量过了左风 而我们这一块 他正在消化的就是他这里 然后其后他用快速的过的 是来打这一个长音短注的左风 对吧 这就再来 我们大家看 好 打了之后 次日 是不是一个数量站稳的 大家看 是不是数量站稳的 这一天 大家看看啊 是不是数量站稳的 这两个 一个贾云之阳和一个背量注的司令 是不是数量站稳的 来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发现 主力 他在这里选择了 主动撤退 然后 军种回踩 左支右撑 他在这里是长音短注 有敌打压 那么 他就会选择自救 往上去 一定要注意 刚才说了 王牌注敌 王牌越多越好 王牌越多越好 这里出现两个王牌 一个元帅 一个将军注 一个将军注 所以 两个王牌 然而其后再看 我们再来看 在这里一直是 我们的数量状态 是不是数量 是不是数量 数量之后 是不是来凭这一个风 左风 来凭他的左风 然后再次选择打压 长音短注 大家看 这一个长音短注 是不是没有有效跌破 我这一个实领 是不是没有跌破 其后 在这一天 我们的最低价 属于精准回踩 属于精准回踩 次日再次确认 是不是再次确认 出现的是一个 急阴赤阳 急阴赤阳 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 它就是上升状态 上升状态 一直到了 我们刚才说了 地柱 地柱 它是不是最大的一个风 大家看 是不是最大的一个风 最大的一个阻风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玉阻回落 是不是玉阻回落 那玉阻回落 我们大家就要来看一看 他刚才 我们保顶的位置 如期在这个位置 多次上攻不过 长音短注打压 对吧 长音短注打压 打压之后继续来 大家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这里 又出现的是一个王牌呀 对吧 其后不破其实底 后面出现和力 那么 它在这里建构不好 对吧 阳 它是阴阳阳的建构 按照平均价格来算 我们可以算它黄金注 算它黄金注 那么它这里 这里正才以三日 确认来最低价 那它正是回踩的黄金线 对吧 那其后再次上攻玉阻 还是以最近的左风 这个风不看了 而我们来看 最近的大音石林和左风 那么你看 是不是 这里是占我的 但是没过左风 其后三日占不稳 这个位置 要不要跑 要不要先走 左风现在在这里 对吧 这个左风在这里 而这一个左 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左风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注意 真假高大王辈风 不要越过 不要越过最近的风 不要越过最近的风 而去看它 以当下的行情 以当下的风 这个我就不再说了 而后你们在那看 是不是长音短注打压 对不对 打压的是不是又到了我们这一线 而长音短注 长音短注 对不对 好 在这个位置 出现的是回踩不破 对不对 回踩不破 其后在这里筑底不成功 对不对 是不是筑底不成功 而它在这里是不是 又是我们刚才的这一条黄金线 玉主 对不对 是不是 玉主之后出现的一个长音短注 确认这一条风 是不是刚才说的黄金线 对吧 它一旦站稳了 再次站稳这一条线 极音次阳 再过左风 大家我刚才说了 不要越过当前的风 也就是说用高亮 刚才说了 这个我刚才讲风 这就叫增加高大 高亮看跌 这很明白 我们讲左风 你就不要说再来用高亮 我们用增加高大王大峰 我来跟你讲接住知识 那么其后再次不过左风 是不是看跌 对吧 是不是看跌 而当他长音短注回到我们的黄金线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注意了 他在这里是不是要出现打劫的行为 对不对 出现打劫的行为 所以黄金线很重要 黄金线也很重要 画好黄金线 这个一定要注意 首先我们王牌有了 对吧 黄金线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精准出级 所以 这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个 无底的和有底的长音短注 黄金线以后再讲 对吧 就是有底的长音短注 和无底的长音短注 无底的就等他 王牌 王牌筑底 精准的 他精准有序的打压 然后 精准我们王牌筑底 刹车换挡 看到吗 刹车换挡 才能够 才能够来看这一支票 所以可以做一做 这是有底的长音短注 好 我们看下一个 我们刚说了 这个市场基礼 长音短注的市场原理 是主力 借势打压股价 而自己却很少出货 趁机吸纳低价筹码 打击别人的价位 保护自己的筹码 击垮或打跑对手 我们长音短注 掌停密码的三个要素 第一 主动而有力的撤退 是否故意低开刹跌 下跌途中 是否使用了 有底的长音短注 记住 有底的长音短注 主动行为 精准而有序的下跌 高度空盘扣的洗盘 或顺应大盘的洗盘 背力大势的洗盘 三 扎实而有效的助理 多基因的组合 而不是单单的一个长音短注 它要出现一组长音短注 或多基因 元帅 王牌 一注一线 刹车换挡 加油 我们才能做 不是所有的出现的长音短注 你们就可以去都说长音短注了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无底的千万不要做 做有底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三要素 三要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支鼓 因为截屏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 左边有一个动作 这是星期五 星期五涨停的一支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一支票 上升途中 这里是个甲阴真阳 真假高大 王辈风的甲 甲 甲阴 那么我们大家来看 这里是不是构筑了王牌 构筑了王牌 对不对 其后上升 对吧 跳空 补空 跳空 跳空 对吧 所以它出现了我们的王牌注 然后在上升过程当中 大 真假高大 王牌封的大 这也是一个甲 对吧 真假高大 王牌封 大 大家注 大 所以以后遇见了 他就是要以他的上三一 二一位 或十顶 这就叫大家注 大 高亮注所对应的那一根大家注 叫大 真假高大 王牌封 大 所以大家我们来看 在这个位置多次不能上弓 是不是多次不能上弓 而是不是左锋 是不是左锋 我们说不要越过 这是左锋 多次不过 而选择的长阴短注打压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不是长阴短注 长阴短注 有没有底呢 在这里 还没有 所以他会继续向下 对不对 跳空音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前面来讲 有了这些王牌 以他 这是一个大 这也是大阴大阳 这是一个大阳 那么我们手取来看 这里打到位了没有 大家看 这里长阴短注打到位了没有 显然没有 对不对 左支右撑 显然没有 而我们再结合 不过缺口 是不是要 不看吗 对吧 所以不过缺口 我们不看 而再次回来 大家注意 长腿彩线 造王牌 长腿彩线 传领兵 得到了元帅的支撑 收出了一个长腿 假扬 长腿 假扬 看见没有 长腿 假扬 出现之后 他不长 但是 收量 三一 他这里 是不是长阴短注 不破底 是不是长阴短注 不破底 大家看看 因为 他得到了王牌的支撑 得到了王牌的支撑 所以 那我们再来看 收量三一 收量三一 在这里 收量三一 次日就是一个 假扬刹车 对吧 继续一个假扬刹车 那么刹车之后 我们看 确认 一个跳空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跳空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跳空 那么大家再来看 是不是背量 是不是背量过了左音 是不是过了左音 我们大家看 而其后三日 价格在他 不在他的死顶之上 不在他的死顶之上 我们给他降级 他只能是将军 他只能是将军主 那么只要设立跳空之后 有王牌 我们是不是 元帅成立 首先元帅主成立了 那么再往上攻 而不过其左风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最近的风 把它过了 再看别的风 对不对 是不是不过左风 而选择了再次打压 是不是选择再次打压 而打压不破其王牌 数量三一 二三一 等于数二一 对吧 是不是数量三一 数量三一 等于数二一 而其后出现再次背量 这里微增量 不到背量 是不是一个零号 是不是一个零号 大家看 一个零号 急阴次阳 两日 对不对 我们的两日 是缩量 缩量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单枪 已经又在打左风 而当我们来看一下 其后 因元帅 将军住 在这里没走 走出来之前 将军住 那么 其后 三日之内 出现一个合力 那我们看一下 前面这一个建构 刚才说了 元帅 将军 后面 其后 这里 是不是黄金线 其后 是不是黄金线 其后三日 黄金线 对吧 那么 他 用一个 倍量 掌平板 过了 阻风 过了阻风 大家这个能不能理解 那就是说 他在这一阶段 是游底打压 还是无底打压 是游底打压 还是无底 无底打 无底 对吧 所以说 做股票 一定要选择 长银短柱 左侧游底 游底 游底 看见没有 出现的 一波上攻 他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单枪 试探 打左风 是不是 过了左风 打左风 但是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彰显的 力量衰竭 是不是彰显的 力量衰竭 用了这么大的量 而没有攻打 站稳 这一个左风 是不是 好 那么 想都不用想 不能站稳他 先跑 先走了再说 大家看 次日就是 他的死顶 是不是又形成了 一个真顶 是不是 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真理 所以 一定要结合 不要有幻想 不要有幻想 在这个位置 先走再说 大家看 一走 我们再来看 长银短柱 对吧 长银短柱 手跌 说量三一 对吧 继续打压 长银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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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破的时候 再上弓 是不是不能站稳 这一个左银短柱 是不是不能站稳 这个左银短柱 我们是不是又要走 走了再说 对吧 而当在这个位置 这是高亮柱 没有站稳 而它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根次高亮柱 对吧 那一旦跌破 如果这一个地方 你看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用跳空音跌破的呀 我们大家看 是不是用跳空音跌破的 对吧 用跳空音跌破 那就是 不走也得走 不要有幻想 而我们再来看 继续缩量打压 对吧 缩量打压 还是不能站稳 没有出现我们的一柱一线 继续长银短柱 是不是长银短柱 那我们的这个长银短柱 游底打压 是刚好打到我们的黄金线 对吧 刚好打到我们的黄金线 游底打压 游底打压 继续跳空音 对不对 跳空音 跳空音之后 在这个地方 急音次阳 没有出现信号 我们不干 那么再次长银短柱 大家看 再次长银短柱 而它在这一波的起点 是不是用它 回到了它的历史起点 说图看似 回到了它的历史大底 那么它用了一个长腿彩线传令兵 收出了一个假洋刹车 收出了一个假洋刹车之后 一个零号 其后回踩我们的真底不破 三日原则 真底战法 对吧 真底 三日不破 上弓 不能站稳其左阴石领 对不对 选择 第一开再上弓 打这一个左锋 打这个大阴石领 是不是打这个大阴石领 也就是最近的左锋 那么打压不过会怎么样 继继继续向下 是不是继续向下 所以在这个区间 我们来看我们构筑的王牌 那么这一个长腿短筑之后的一个真底 不破 其后跳空回踩不破 我给它定位原算 对吧 对吧 一个原算 其后 在这个位置出现合力 出现合力 可以 这一个 先不能够定位 对吧 而回踩不破 其卧底石领 王牌成立 对吧 王牌成立 而其后再次三日过了之后 那么我们的王牌 是不是成立了 我们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用平均价格也行 用亮柱来行 所以线上是黄金 给它定位 那么它其实在这里建构也不好 建构不好 所以我们就要看 以哪一个王牌为准呢 对吧 以哪一个王牌 我们要以元帅为准 以我元帅为准 但这一个位置出现的王牌 不靠谱 它不靠谱 懂了没有 因为它后面的建构 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它是个假王牌 懂了吗 它是个假王牌 它也是个假王牌 懂了没有 所以呢 一定它的建构要好 建构要好 所以 那么 一 最近的大英司令 是不是没有站稳呢 没有站稳 它又选择长英短柱 又出现了一个长英短柱 对不对 你不明白群里再算 群里再算 讲课的时候最好 长英短柱 由底打压 对吧 打压的 是不是我们这一个失礼 虚礼 其后再打压 不破真底 那么 它再用了一个长腿彩线 对吧 再次用了一个长腿彩线 是不是找元帅呀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找王牌呀 所以 它再次使用了一招 长腿彩线 长腿彩线 那么 它 没有有效 跌破我们的 真底和元帅 对不对 其后 它在这里是一个 零号 是不是一个零号 而 它 在这个地方 可以是不是理解为 真底 开始在抬高 而我们的底部 是不是出现 抬高的状态 它们使用的手法 就是 手拾 积虚 手拾 积虚 利用手拾 手针底 手 持底的方法 而用长腿 积虚 好 那我们再次不过 对不对 再次不过 那我们 我们 因元帅 成立一个 那么后面的建构不好 杨 杨 因 杨 杨 因 对不对 那么 它 虽然有跳空 但是给它降级 但是给它降级 它只能是卧底黄金 因为其后 杨杨 阴的建构 懂了没有 这肯定就是现场之别 就是我们讲了 现场之别 对吧 也是结合我们的长颜短注 让大家复习 那么 它是不是围绕着这一根大音 而在这里上不过领 下不穿底呢 对吧 是不是 上不过领 下不穿底 长 腿 甲阳 探底 回身 是不是 长腿 甲阳 探底 回身 这个探底前面是有底的 前面是有底的 一定要注意 前面有底 好 那么 它的建构不好 那我们给它降级了 对吧 它 在后三日收上去 可以给它一个将军注 对吧 可以给它一个将军注 而我们这一个 是不是 长腿 这里也是个腿 看没有 而 没有有效跌破 这一个真底 和 这一个 王牌 对吧 是不是 是不是出现了这一个 好 那么 次日再次出现的是一个 基因 赤阳 基因赤阳 那么我们用这一个了解 用一为攻 二为手 三 为什么 攻 手 冲 防 我再演示一遍 攻 手 冲 对了吧 所以 这就是现场执别 一定要有王牌出现 有王牌出现 所以他就选择了 回踩 黄金线 看见没有 回踩的是黄金线 回踩的是我们的卧底 卧底黄金柱的十顶 数量三一三一三一 也就是数二一 而我们在这一阶段来看 这里是不是满平的低量 这里是不是百日低量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分析这支票 认真分析这支票 所有做出来的 游敌打压 王牌建构 现场直别 攻防 冲手 冲 好吧 来 我们讲下一个案例 好 这支票 是 同样 长银短柱 左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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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站稳 选择打压 这一个V区 全部都是长银短柱 左侧有没有底 那么V段下跌属于无底打压 也就是说他选择的是被动撤退 被动撤退 当他在为什么会被动撤退 因为在这里其实就是他的王牌 对吧 你看 齐后三日上宫去了 在这里回踩 将军柱不破 上宫去了 对吧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破了底 破了王牌 这就是无底了 懂了没有 是不是没底就是成了无底打压 那么就跑 长银短柱 凶猛打压 这就叫凹底 长银短柱 一定要选择 刚才重复的话 一定要等他找到自平衡 找到王牌建构 找到王牌建构 出现王牌刹车 换挡 加油 让我们大家来看 长银短柱在这里打压之后 以他为准 是不是出现了不破 但是他这里是阳 阴阳阴 对不对 阴阳阴 是不是在这一天给破了 是不是破了 破了是不是我们要继续等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要继续等待 那当他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极阴次阳 又把真底啊 我们的给收回去了 次日一个假阴阵阳零号 对吧 是不是零号 大家可以去看到 这是我做的一只股票啊 这是我做的一只股票 那么一个跳空 接着跳空 在这个位置我们大家可以看了啊 这是一个阴元帅 这是一个阳元帅 这是一个元帅 大家可以去画线看的啊 一个王牌两个三个四个 大家看短短几天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 假阴阵阳 缩低量 是不是缩了什么量 你们大家可以看的啊 对吧 那么短短几天 做了多个王牌 王牌立即 那么这里有一个被量单枪 这个被量单枪打过左侧 战打过左侧 回踩也没破 对吧 所以王牌 在这里 再次回踩 其十顶 是不是又形成了黄金线 是不是又形成了黄金线 形成了黄金线 我们说 强装踩顶 强装踩顶 回踩黄金线 回踩黄金线 再次出现零号 再次出现零号 对吧 回踩 突破 再次单枪 请问 请问这边已经是不是被消化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大家看元帅 这个元帅又成立了啊 其后三日 王牌合力 王牌合力 大家看看啊 其后再次回踩我们的王牌 买破了没有 是不是买破 再次 是不是 低量柱 低量柱要用什么来确认 要用被扬来确认 要用被扬来确认 我们的枪奸侦察兵 再次侦察 过去 被量单枪 被量单枪 对吧 哎 次日 书量 站稳 书量 大家看啊 书三一站稳的被量柱 书三一 对吧 再次派出侦察兵 再次 这里啊 这里是一个 书量的啊 这里啊 书量 而被量伸缩 是不是出现了被量伸缩啊 在这个位置啊 而枪奸是不是打过了阻风 是不是打过了 以一次发现啊 一次发现 对不对 哎 侦察兵是不是越来越高啊 我们主力派出去的部队 回来报告 啊 敌方已被我侦察 我发现前面敌人不多了 我们还是要选择休息一下 再来进攻 对吧 哎 我们其后 书量三一 书量三一 对吧 书量 书量 连续书量 书量三一 书量三一 等于书二一 那么我叫大家书三一的票 先不要看 最好来做书二一的票 书百一最好 书二一 那么再来看 书量是不是回踩的我们的这一条线 对不对 啊 好 这里书量明显假跌 明显假跌 也是他这一个被量的二一位都不到 所以不用害怕 那么大家看 再次说量 这里是不是又说量了 说完 说量要用什么来确认 说完量 就要用零号 用被量来确认 然后我们大家看 被 被量过阻风 零号过阻风 那么 是不是在这里被套的人 给解套了呢 对吧 是不是王牌多 要无敌打压之后 出现了王牌 多 那么 就行了 那也就是教大家 左侧没有临界点 右侧同样不会给你临界点 啊 你看不懂的 因为你看不懂 他不会有好多案例上车的 好 在这里被量过阻风 持鼓一直板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打过了左锋 打过左锋 同时创出了高亮 是不是创出了高亮 这是满屏的一根高亮柱 大家可以看看啊 是不是满屏的一根高亮柱 那么用高亮柱 那么用高亮柱 是不是要板上出货 对吧 板上出货 四日 说三一 他用了一个恐龙波 去解放这根高亮柱 其实在这个地方 主力是有想法的 只是说他为了减压 那么大家看看 来 他回踩的是不是一个左锋 封顶线 是不是左锋封顶线 长阴短柱 有底打压 看见没有 四日 再次是一个低开的动作 那么低开 破了这一个王牌没有 大家看 刚才说的王牌 对吧 王牌 好 再次试图解放 再次解放高亮柱 那么 这里可以肯定的说 他 会打劫 他的目标 远不至这个地方 对吧 大家再来看 是再次上攻 而没有有效站稳 这个高亮柱石林 先走了再说 这就是左锋行程 就是最近的锋 他就行了最近的锋 而他会出现过锋 保林 大家记住 他会保到哪里来 当然大家已经看了 请大家要记住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是以后大家可以我们复盘可以看的 古里线 应该是其实在这里 古里线与封顶线自然重合 自然重合 就叫封古线 当他们就是要顶底互换 顶底互换 一旦站稳 是一支流票 起飞的基础 起飞的基础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个区 他有想法 大家我们再来说了 他是会继续往上去的 但是由于阻力大 他选择长银短柱打压 这个长银短柱 有底 那么再次往下打 这一个长银短柱 有底 看到没有 长腿踩线 大家看 是不是长腿踩线 长腿有底 有底 看到没有 好 再次散工 但是不过急 这一个阴的实力 长银短柱 大家记住 长银短柱 对吧 好 再次选择打压 我们刚才跟大家重复了一句话 应该怎么做 出现了一柱一线 是不是我们才能做 没有这个之前我们做不做 不管他什么长银短柱 不管他什么长银短柱 在没有出现我们的王牌之前 没有出现刹车换挡加油之前 不做 千万不要做 那我们来看 这里 不行 而他回踩长腿踩线 来找王牌 来找王牌 对吧 而他来找的 你们大家可以看 我们看是这个备量柱的实灵 长腿 柴鲜 好 次日 输量 是不是 好 再来一天 是不是备量伸缩 备量伸缩出现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后三日 大家看 是不是没有破他 他 是不是黄金柱形成了 而当他形成了黄金柱 大家注意 而他是不是站稳了峰顶线 大家注意这条线 大家注意这条线 他是不是站稳了我刚才说的峰顶线 站稳了吧 好 那我们大家来看 他站稳了 后三日形成的王牌 那么 他选择 又是一个掌柄板 好 而 这一个单枪的量 是不是明显 比他少了 是明显比他少了 阻力是不是空盘了 在这个区间 多次 那他又形成了阻峰 大家记住 先进后远 一定不要越过去了 看他的峰 好 那多次不能站稳 他这个阻峰 他是不是又要往下来了呀 那我跟大家说了 打结 这里站稳了 我们再来看黄金线了 打结 对吧 好 我们来看 长阴短柱 是不是游底打呀 是不是游底打呀 再上宫 大家看看 再上宫 是不是还是不能站稳左峰啊 不能站稳左峰 先出来 对吧 先出来 出来之后 长阴短柱 长阴短柱 这一个长阴短柱 是不是有底的呀 是不是有底 好 再来 没有出现我们的王牌之前 我们干不干 我们干不干 好 那么 当他长阴短柱 到了掌平板的实底 到了掌平板的实底 下面有王牌 有王牌了 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极阴次阳 极阴次阳 过二一 其后一个被量 单枪 站稳 其左阴 两日了啊 两日了 那么 在这里出现零号 你们说 这支票 干不干 对吧 他想干什么 他想过风 这就叫用掌平板 过左风 他留得很 他留得很 所以说 大家要认清楚 认清楚我们的王牌 看清楚 无底打压 和有底打压 回踩我们的黄金线 找好我们的王牌柱 找好我们的王牌柱 我们就可以做一只骨 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懂了吗 所以呢 一定要认清楚 一定要认清楚 一定要设法找好王牌 找好王牌 找好王牌 对吧 王牌 王牌 对吧 一定要找好这个 好吧 我们再看下一只 同样 大家我们刚才讲到这里 讲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 他在这里 用了掌平板 过左风 后面的走势 大家 是不是可想而知了 是不是可想而知了 所以要用多个知识 来解读他 虽扬慢生 庄家独吞 对吧 百日低量群 百日低量群 大家看 倍量 对吧 再来看 阴元帅 杨元帅 对吧 阴元帅 杨元帅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 王牌 王牌 看见没有 王牌 王牌 所以多个长云短柱 有底打压 只要找好 就防止他打结 就要防止他打结 好吧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 低量群 加倍量伸缩 倍量伸缩 这是庄家 在故意打压 所以他只要不破我们的黄金线 找好黄金线 找好黄金梯 就可以做了 这就是 这一支票 简单的 大家可以结合这个 来自己画一画 找一找 因为前面我已经详细解释了 什么长影短柱 这里就不再重复 这里就不再重复 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后面的涨幅 给大家展示一下 后面的涨幅 好 这一支是香油科技 同样的道理 左锋 最近的左锋 而形成了 长影短柱 无底打压 也就是说 长影短柱打压 必须做到 达到自平衡 达到自平衡 一定要有王牌 刹车换挡 大家看 左侧无底打压 右侧 是小杨慢生 小杨慢生 走势 那么 王牌建构 是都有的 都有的 对吧 然后再上升 不能站稳 左锋 是不是又要回来呀 是吧 是不是不能站稳 左锋要回来 多次不过 而选择打压 选择打压 那当我们 回踩 确认 我们是 假洋长腿 探底回升 探底回升 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一注意 你看他 零号跳空 可以干 不过 封顶线 先出来 不过 封顶线 先出来 出来 等他 大家看 这里 他就选择了 是 长阴短柱 有底打压 对吧 什么叫底 大家可以去画一条线 什么叫底 这里是不是一个王牌 其后三日不破底 是不是王牌 那么后三日的价格最低点划线 是不是黄金线 是不是黄金线 而这一个是不是王牌 对吧 他是元帅 他是将军 对不对 后面的建构 不好 给他一个将军 没错 所以 就一定要找好王牌柱 那他在这里 再次做了一个 对吧 再次 回来长阴短柱 左侧有底 长腿 踩线 传定兵 长腿 踩线 回踩黄金线 踩顶为强庄 看见没有 而上 那我们王牌成立了吧 其后三日不破其实底 精准回踩 看见没有 是不是精准回踩 再次单枪 注意 注意我们的动作 倍量单枪 倍量单枪 那么倍量单枪之后 继续稍微的一个低开动作 是不破其二一位的 大家看看 是没有破这个二一位的 出现的是一个 长腿板 过阻风 所以说我们做股票 要做什么样的票 要做长腿板 过阻风的票 要用零号 倍量 跳空 过阻风的票 那么过去了 大家记住 有板 我们可以出 为啥 告诉你 它会回来 它会回来确认 那么大家看 这里 它选择了一个被动下跌 被动下跌 而当它又破了 这一个封顶线 对不对 我们还看不看 不看 那错了 这一个基柱 是用长腿板过的阻风 而它回踩不破 这一天 在这里是可以干的 懂了吗 它是用长腿板过的阻风 这里是故意的 它故意撤退 它要收集筹码 在这一阶段 获利盘不少了 它要收集筹码 当它开在 这一个长腿板的二一位 而回踩不破 这是可以干的 这是可以买这支票的 好 而 我们说大阴 大阳 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个大阳 这是不是一个大阴 这是不是真假高大的大 这是不是大 那么 只要不破弃二一位 不破弃二一位 先别慌 对吧 好 我们大家看 二一位没破 上三一 这还是上三一位 对吧 上三一位 所以呢 继续看涨 那么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高亮柱 但是 它以前日对比 以前日对比 不发烧 不发烧 我们要超过四倍的量 发烧柱 那么我再结合大家一句话 叫 在一支主 主圣浪的个股期间 一定要记住 不见九阴 不出货 这就是九阴 要先出来 那么 在这里 不见九阴 不出货 懂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没有 这里是九阴真经 因为 因为他开盘就开在他的实体之下 而和结合分时量波 先出来 拉拐 而在这里不破 而等他或者是站稳这个二一位 我们可以折击介入 懂了吗 买点及卖点 那他开盘没有破你的二一位买点 你就别慌 那他拉高了 对吧 形成了一个高亮柱 那么高亮柱在这个地方要适当谨慎 适当谨慎 为什么 因为高亮要看跌 那么次日他又开在二一位 大家发现没有 R用守时积虚的办法 守时积虚的方式 对吧 打到了他的虚底 R再次兴高 在这个位置大家要注意了 为什么 他在说亮 当然高位数量不好 大家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高位数量不好 所以他会又选择怎么样了 那不见九阴 补出货 那么大家看 次日是一个低开 他用一个恐龙波 这是清清楚楚明本白白的恐龙 恐龙 我们可以用分时量波 卖到最高点 或者是次高点 但是不会的 请记住 把这个石顶的价格 和枪间的价格化好 如果他一旦不能站稳 充高回落 在这个位置赶快给我卖掉 在这个位置止盈 止盈 懂了没有 因为你在这里又有利润了 你在这里只是说你要止盈 而不是止损 懂了没有 我们心不要大 恐龙波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卖 而再次出现跳空音 跳空音 长音短注 是不是长音短注主策有底 而没有出现移注移线 是不是没有出现移注移线 他在这里再试图解放 但是有没有移注移线 有没有移注移线 大家看看 是没有移注移线的 对吧 所以不要看 而再次跳空音 长音短注 封顶线 大家记住 封顶线 是不是有底的 是不是有底 有底出现了移注移线没有 别干 对吧 而当他再次下跌 长音短注 假扬杀车 这个长音短注 大家记住了 刚才说的王牌注 王牌注 王牌注 他是不是又在这里 找我们的黄金线打结 对吧 那我们就看他打结能不能成功 次日 急阴次阳 跳空 后三日 在他之上 当他这一天 回踩 我们的王牌 元帅 使领不破 倍量过左锋 的时候 这只股票 大家是不是要关注了 王牌在这里 这是元帅注 对吧 而他是不是精准回踩了 对不对 精准回踩 倍量过主风 他又想 又想干坏事了 开在二一位 掌停榜 所以说 再次打结成功 这是有底的主动回撤 有底打压 有底打压 大家这个记住了吧 好 我们再讲下一个案例 那么这一日票 300317 这是周五的 一日票 那么这一日票 我们大家看 左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左锋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首先润形成左锋 其二 在这里一个 第一开 上攻不过左锋 是不是要走 是不是要走 是不是最近的左锋 不能过去 而回踩 假阴短柱 是不是主策有底 是不是主策有底 大家看看 主策有没有理 长阴短柱 假摔 再次上攻 左锋 不能站稳 是不是 是不是要走 是不是长阴短柱 大家看看 是不是长阴短柱 再次假摔 假摔之后 没有形成 我们的移柱移线 好 它在这个位置 大家看 凹底开始增量 并确是真的 三一快到倍量了 这叫凹底增量因 这个动作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它为什么会增量 对吧 如果我把它变成红色 你说 这里可不可以看出 阻力在满羊 那么 我们再来看它怎么走 次日 急阴次阳 在这里一个急阴次阳 而当这个急阴次阳 站稳去左阴石岭的时候 是可以买路的 是可以买路的 那么一买路 就是一个大阳 其后跳空 一个单枪 倍量单枪 侦察兵 是不是不过左锋 是不是再次不过左锋 我们是不是要选择 走呢 那么这是最近的大阴石岭 我们第一个盘前三线的上线 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0号之后 十里 二一位 十里 所以 在这个位置 先出来再说 对吧 他只要不能站稳左锋 先出来 你不管他是不是倍量 好 第二日 再次长引短注 这个长引短注 打的是不是这个凹底的 增量音的石岭呢 是不是打了这个 六块九毛五的大阴石岭 是不是 长引短注 有底打压 那这么凹底增量音 说明就是阻力的 不是阻力的 它是不会急阴次阳的涨 不会急阴次阳的涨 不到 就证明有福利 我们老师啊 和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高速一分两分 是特别好的 而不要跌破一分两分 它只要是高速一分两分 它 涨得 也比你好 也比你好 所以长引短注 有底打压 有底打压 四日 零号 直接开在收盘架之上 让你去追涨 大家看看 分时亮波 是不是 淋陷跟随 淋陷跟随 支锋 掌停板 而 打开 是不是 回踩 我们这个 冷线不破 做了一个假动作 高开 分时 回马枪 高开 分时 回马枪 大家一定要记住 高开 分时 回马枪 而我们的买点 可以介入 早上 只要是零号 这个异动很明显的 它昨天收盘 比如说收在七块 它今天开盘开在 七块零五 七块零八 你说是什么意思 这跟大家交了 异动异动看盘 异动看盘 长引短注 有底打压 主力行为 只要是不破 主力行为 那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真量因 那这里肯定是主力买的 不是主力买的 它神经 它第二天 怎么会涨 散户怎么可能拉涨 只能是主力 庄家 那代表 它只要不破 它的这个地方 这个凹底 大因十顶 我们就可以 可以介入 对吧 而我们 这一个是一个高开 高开 大家看 高开 人线跟随 冲击波 而它 故意回来 而它故意回来 我们大家可以看 这个下面的量 完全没量 完全没量 所以 一定要看懂 一定要看懂 好 所以 在上面还要给你总结 以后 大家要记住 过左风的时候 侦察兵的枪奸 越来越弱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高一点 这个是不是低一点 这个又低一点 说明抛压很大 主力它不是解放军 所以就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我要做的是 我的枪奸 一枪比一枪高 一枪比一枪高 而不是一枪比一枪低 好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明白了吧 对吧 那我们来看 在这个地方 它急阴吃阳了 而它 被量单枪了 而它没有破它的底 你们说 王牌出来了没有 这点王牌出来了没有 三日不破的话 我们的将军柱是OK的 懂了吗 好 长阴短柱 有底打压 零靠一栋 掌停板 所以大家要收集这些长阴短柱 特别是近期的一些底部票 一些底部票 一定是要杨多阴少 杨多阴少的票 而我今天看到大家选的一些票 昨日我们讲了 这个现场之别 大家都去找现场之别 找的都是千年的王八 还在海底里面 海底里面的一个千年的别 那就证明了 你的眼光还没有提高 你的眼光还没有提高 所以说呢 找股票不是你那样找 找千年王八 千年王八 我们放上桌上 我们都不吃的 太老了 啃不动 好 这里呢 就说一下我们刚才说了 长阴短柱的阴线战法 阴线战法的几个规律 上升途中盯住大阴石岭 能过石岭我们就持股 不过石岭就出货 而打压途中盯住大阴底部 底部参胜我们就等待 底部精准就介入 第三横盘途中盯住大阴的虚理 虚理净净净就介入 虚理参 插就等待 那么 这一个意思就是有时候阻力会 守时积虚 守时积虚 一定要注意 而第四 一旦发现百日低量群 一定要注意 只要倍量过阻风 就要大胆揭露 倍量过阻风 涨停及先锋 并无凡是长阴短柱群 记住长阴短柱群 配有百日低量群食 我们一般可以按照三级介入法介入 三级介入法 就跟大家用了一柱一线来介入 一柱一线这样来介入 懂了没有 这个书上 我把它改为 你就不要那么复杂了 不要那么复杂 懂了没有 就按照我的一柱一线一黄军 一柱一线一黄军 真理战法 真理抬高 这样来应对 好吧 这样来应对 好 所以 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长阴短柱战法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也感谢大家